最近的最统修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首先祝大家祝福新年的一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最主要的老实念佛 希望大家过得幸福 过得美满 我们今天2022年已经进入的第二天 这一次雪梨听说我们疫情病毒天天 是非常严重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都在学校共修 现在又回来在网络共修了 所以很多事情 太多的事由不了做主 随着业力都在变化 因为原本在这个学校共修都为大家讲这个弥陀经的大义 都有录影 所以先暂时我们就停了 因为经过这个网络共修 我们没办法录影 所以原本 所以原本呢 本来又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 中风三世心念的法事拳击的一些主要性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生死心愿在这个道场 特别是我们雪梨 尽忠学位 人人几乎都很喜欢 不仅仅是我们尽忠道场都在推广 在其他的道场都在体藏 很流行 内容有一些主要性 原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但是因为刚刚我们大家迎接新年元旦 所以借这个姻缘来给大家讲几句话 所以下个星期再为大家来讲解 习讲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中风果实对我们这个的开示 内容的开示不仅仅对这个超见这些亡脸 对我们本人活着的人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所谓的敏阳两立 这内容里面是非常的丰富 值得我们来学习 然后将来我们来做这个法会 我们会更有信心 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应 我们在做这个法会当中 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 来做这个法会 让这个法会能够获得无量不变的功德利益 这是一个关键 那今天我又跟大家来分享了三个重要性 希望大家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多多批评 多多批评 前几天呢 有一些佛友 简讯很多给我 在这个WhatsApp 或者在这个微信 来祝福师傅心灵快乐 有一些问师傅 师傅这个心灵 师傅有什么样的期望 对我们学佛的人 而且也包括对我本人在内 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说没有什么期望 第一个的呢 不要浪费时间 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生在这个世间 说命是很短处的 真的很短处 你看前几天大家都在疯狂 庆祝这个元旦 你看今天已经第二天了 很快的 所以要赶快 不要再浪费时间 因为浪费时间 等于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把这个时间浪费在 一些不主要性的 浪费在你看电视 玩手机聊天 喝咖啡讲话 这是等于把自己的生命 浪费掉了 多少人因为这样的 你看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生难得 你一得人生 真的不容易 失去人生非常的容易 你健身能够得人生 来日能不能得人生 也不一定 你今生能够稳到佛法 你来日能不能稳到佛法 而在佛法当中 你能够稳到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也不一定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间 你能够把握这个时间 你能够把握这个时光 等于你在把握你的成就 成就你自己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 最有钱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是谁 你看Milk Elon Musk 很多这些有钱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成就 因为他们懂得应用他的时光 你想一想尊敬得最统修大德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都有24小时一天 一个星期有7天 一年有365天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难道他有一天有36个小时 一个星期有9天 一年有700多天吗 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我们的寿命 每一个人的寿命是不一样 有人是长命的 有人是短命的 看自己的夜里 那我们很多人 你想一想太多 你把你自己的时光 浪费在哪里 太多了 很多人都说 师父我很开心 一年2020到 每天都去庆祝啊 你看那个31号的那天晚上 师父住的这个周围 从12点 12点半那个 那个party 那个隔壁邻居啊 那个party开到几点 凌晨5点半还是party 唱歌啊 唱歌啊 哇好大声的耶 如果用这种精神来念佛 我相信不要说三天三夜 我保证一天一夜 我是希望解释的 我们真的呀 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思维 去减醒 去反省自己 我每一天24小时里面 我这24小时我没有应用在更有意义的价值 让我这个人生更有意义 很多人没有啊 浪费在哪里 每一天看索金 天天看索金 天天看电影 看脸戏剧 聊天 讲话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 把你的时光 浪费在这个地方 太可惜了 所以时光能够成就一个人 你能够应用这个时间 你真的能够成就你自己 而这个成就呢 将来 你借用这个时间 你好好用功 你好好修行 将来你会成就的 你将来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你会亲近阿弥陀佛 将来你会在西方极乐 成就你的大业 成就你大业呢 你将来会度无量无病的众生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时光的 懂得应用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精进用门用功的 才会有精进的成就 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很多人 有时候自己 自己没有发觉 但是有一些人自己有发觉 但是喜气太重 没办法改变 你看我们一天吃饭 睡觉 工作 你把这些时间24小时 真正应用在你时间 在用功 才几个小时 才几秒钟 所以在末法时代 为什么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 适合我们现代这个世界 为什么 行住坐卧太方便太容易 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就能够念 只要你肯修 无论你在一切处 一切实 无论你在哪里 行住坐卧 一句阿弥陀佛 你都能够成就 不要再浪费时间 真正应该从你逃到 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 我们今天能够得忍生 真的不易 你要好好珍惜 借这个时间 借这个身体 假的来修真 借这个时间 来成就你自己 世间的成就 都是假的 因为它没办法 超越六道轮位 你的成就将来 你一定要超越六道轮位 那个才是真的 将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才是真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假的 所以尊敬的 这些统修大德 一年一年的过去 一天一天的过去 每一分每一秒 就像什么呢 一分 就是像黄金一样 这个黄金 在这个一般的社会 是非常的珍贵 所以有一些人 五分钟 他可以造了 许许多多 无量无边的福报 有一些人呢 五分钟 也可以造了 无量无边的罪业 所以 有智慧跟没有智慧的 区别太大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要来提醒大家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要好好用功 好好学习 这样呢 将来对你有一个 很大的好处 你看我们天天往哪里 你看我们的 往下坡的 对 往下坡 人一老了 什么事情都来了 病 一些很多障碍就来了 你想要做很多事情 做不了 寿命 所以很多人 你看在这个元旦 很疯狂的去庆祝 庆祝什么 有什么好庆祝的呢 你看 每一年在12月31日那一天 迎接1月1日的那一天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寿命已经减少了 说明你的时光 已经又少了一年了 有什么好庆祝的呢 值得庆祝的就是说 你这一年里面 你有没有改变 你有没有成就 你的生活 有没有幸福 你的这个幸福又从哪里开始的 你要这样想 我将来能不能超越六道轮位 这个值得我们庆祝的 不是那种跳舞啊唱歌啊不是的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说实在的真正有智慧的人 时间都是等于他的生命的 他会浪费吗 他不会浪费的 真的一眨眼 十年二十年就过了 对不对 再过几年 我们可能会老 再过几年 可能会躺在棺材了 也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好好 真正 你要真的 那怎么样不浪费时间呢 第二个呢 你要快快觉悟 你要快快觉悟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我们的 你想要在这一生过得幸福美满的人生 一定要觉悟 你只有觉悟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你的行为 你的念头 你的言语 你的造作 才不会放过失 人一犯错了 犯错 这个是因 有因 后面一定有果报的 这个果报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六道 而六道里面最苦的就是善恶道 那你想一想 我们的人类在这个环境居住的 几乎都是往什么 往善恶道去 自己有没有知道 自己有没有觉悟 自己不觉悟 所以 地藏菩萨本愿经 摩耶夫人听到地藏王菩萨讲解地义众生之苦 他只有讲了一句话 可怜 他说众生很可怜 为什么 因为鱼吃造了这些不善的业后来受到这样的果报 何必呢 何苦呢 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一跺在山土 人一再跺在这个山土 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 时间太长了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世间 你要赶快觉悟 觉悟什么 觉悟这个世间 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都是无常的 每一分每一秒一时每一刻都在变化的 没有都不在变化的 刹那之间都在变化 以前很年轻 现在又老了 再过几年 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无常的 你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 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很多人说师父 我们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好 很难说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什么严重 天灾人祸 你看我们还没疫情之前 很多人就在祈祷我们这个世界和平 我们这个世界和谐 能够大灾化小 小灾化无 来了这个疫情 已经两年了 到现在还没结束 再过几年 可能南北极可能也不见了 你看 每一年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 天灾人祸 一年一年的严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 没办法呀 人心 大家都知道 一报谁者正报转 一报就是讲这个环境 正报就是这个人心 人心 人心不散的内心的贪嗔之脉 经过这个身体的沙盗血淹 经过我们的口液 妄言其意两舌恶口 天天不断的去造业 感到现在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难道避免不了这些的灾难 所以你要赶快觉悟 你觉悟之后 你明白之后了 你对这个事实的真相 宇宙就是讲我们这个环境 你对这个环境的事实的真相 你能够清楚 你能够明白了 第一个所显出来的 你能够破除你的我指 你会破除你的执着 你会破明开股 你不会严重的执着 你会懂得放下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上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言也好 恶言也罢 你就会懂得去放下 许也妙用 你不会去计较 你不会去执着 这个心显出来 就是解脱自在的 所以无常就是从 果上来讲的 所以要赶快觉悟 像前几天 我跟我们的青年团 在认识佛教里面 讲过一句话 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我们今天来学习佛法 佛法的教学 最高的目的 是放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佛法最高的教学 放在哪里 哪里啊 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我今天来念阿弥陀佛 来读五量硕经 来听五量硕经 听我们师父上人开训 你最高的目的放在哪里 你要懂这个道理 不然的话 你学佛到最后 你得不到利益 而且这个利益是什么呢 就是教我们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 有果必有因 这个因是建立在哪里 首先你必须要觉悟 只要觉悟 才能够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佛常告诉我们 你觉悟了吗 师父 等一下吧 再等十年 再等二十年 真的 你想一想 你自己去思维 从你的身口 以善业里面 你每一天 遇到在境界当中 六根接触六层的时候 是你的智慧起作用 还是你的烦恼起作用 一目了然 真的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这一段时间都住在学里 也跟大家接了很多一些善缘 我也是鼓励大家 也是在鼓励本人在内 包括我自己 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第二 赶快觉悟 只有觉悟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了生死出三界 离苦得了 没有别的路 那怎么取悟呢 首先你必须 你要把这个遗作的事实真相 搞清楚 你所居住的环境 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它都是无常 你明白这个无常 你就不会有严重的执着 你看一切事 对一切人 对一切物 你不会有严重的计较 你也不会严重的去执着 无论什么经济当中 你那个心就是定的 因为你会放下 你会许愿妙用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在这个地方 我鼓励大家 一定要这样的修 这样的人生 你就会过得很幸福 会过得很快乐 当我们身体老了 我们能够接受 不用起烦恼 人有生必有老 有老必有病 有病必有苦 必有死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改变他的 今天有人来跟我们解恶言 今天莫名其妙 有人来骂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对这个事实真相 你很清楚 你不会跟人家解恶言的 所以最后 我想跟大家最主要讲的 就是最后的一个 就是广结善缘 很多人说 师父 我今年呢 2022年 我的方向我要该怎么做呢 主事带人去 我怎么修呢 你要广结善缘 不要跟人家广结恶缘 真的 我们每个人在迷惑当中 从你的身口亦善缘 常常都是跟人家解恶缘 解恶缘将来会会受到的果报 因为你中的阴将来会受到的果报 这个果报一定会人有来报复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常常在经上讲了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常讲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 在《五量寿经》有一句话 有没有去留意 未成佛道 先结人缘 就是说 你要在这个 你还没成佛道之前 你要跟众生广结善缘 对你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真的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处事待人节目 你必须要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 而且这个善缘将来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所谓的善缘有善报 恶缘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辰味道而已 你今天中了什么样的因 你将来会一定有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是必定的 跑不了的 那这个善缘 这个结缘 结缘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标准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 这个广结善缘 它的用意在哪里呢 如果从一般 比如说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 这个大时代 他们最大的发明呢 人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很多这些家庭发生很多这些事故 或者这些国家 或者这个团体 不要说团体 所以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 很多事情会发生冲突 就是因为沟通的关系 所以结缘它的意思 就是说 你能够在人与人之间 你能够培养一个建立 良好的关系 融合的关系 良好的沟通 融合的沟通 就是人与人之间 一切众生 你要培养什么样 一种良好的关系 良好的沟通 你要广结善缘 不要广结恶缘 真的 你跟人家广结恶缘 将来人家来会报仇 深仇大恨 必报不可 何必 何况将来有一天 我们得罪了一个 一个小人 如果得罪了一个 有修养的人还好 如果得罪了一个 不修养的人怎么办 他一定会来报复的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 莫名其妙 突然间有人来报复 来骂你 甚至于可能来伤害你 让你家破人亡 身败名利 让你可能生 甚至于来伤害你 杀害你 都有因缘果报的 不是没有的 你看那个 过去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这个故事啊 就是平婆索罗王 平婆索罗王大家认识吗 大家知道吗 平婆索罗王大家知道吗 平婆索罗王就是阿瑟瑟王的父亲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平婆索罗王呢 他也是一个大护法 印度那个时候啊 大大小小有一百个国家 在那个时候有十六个大国 平婆索罗王其中一个大国 他的统治家是属于一个大国 他对释迦牟尼佛非常的互持恭敬 但是他老人家最后死得很惨 他死得很惨 为什么呢 他的儿子阿瑟士王 在这个王宫里面有变故 就是造反 把父亲抓来软禁 关在哪里 关在牢狱 这个牢狱是地下 而且阿瑟士王啊 对他的父亲平婆索罗王恨到入骨 非常厌恨 从他小的时候 他就是有这样的 所以尊敬的随同修大大 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所中的恶运 除了提伯达多给他阿瑟士王的调活里间 最大的因素 平婆索罗王 你看他过去生造了什么样的恶运呢 平婆索罗王啊 年纪啊 已经很大 七下五指啊 非常的伤脑筋啊 非常的难过啊 如果将来他离开这个世间没有 得到啊 这个儿子的话 谁来聚成他的王位呢 所以平婆索罗王呢 去请了那些 占卜 占卜就是职业职 这个职业人员 现在我们讲职业人员嘛 这个占卜就是像我们以前讲的就是巫婆啊 神汉这一类的 所以啊 请这些占卜的大师来补 我能不能这一身得子 没想到这些占卜大师呢 占卜出来告诉这个平婆索罗王 他说恭喜你 你能够得子 但是要等三年 要等三年啊 而且会来妥待做你的王子 来聚成你的王位 是一位在身上在修行的人 是一个老修行 但是因为他的寿命还有三年 等到他三年结束了 他会来妥胎做你的王子 但是平婆索罗王呢 听到这个消息 高不高兴 很高兴啊 但是平婆索罗王不耐心 不耐烦 我的年纪这么大了 我要等三年 不行 所以啊 学着一个圣子派他的官员 去见这个老修行人 跟这个老修行讲 平婆索罗王 因为这个紧急 超级过局 一想要得子 而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你会妥胎做平婆索罗王的王子 所以平婆索罗王已经不耐烦 也等不及了 所以在这个圣子里面 就告诉这个老修行人 他说啊 因为皇帝等不及 所以你要自行了断 否则的话 皇帝会拍人把你杀掉 你想一想 当这一句话 这个老修行听了这一句话的时候 心里面怎么想 非常的厌恨 我原本三年 送命结束 我会妥胎做你的王子 但是用你的态度 你的语言 逼着我 左头五路 让我自行了断 那好吧 我将来 我妥胎做你的王子 我要来报仇 用这种的 起了这种的厌恨的念头 而且最后 还没死之前 这老修行 告诉他派的人 我会让你的这个王 就是这个平婆索罗王 不得好死 后来自行了断之后 也真的妥胎做他的王子 这个老修行人 就是阿瑟士王 所以阿瑟士王 把他抓起来 关在这个老域 命令不允许给他食物 不让他吃饭 让他自行了断 你想一想 如是因如是果 平婆索罗王 以前是怎么样对待他的 现在回来 他来怎么样对待平婆索罗王 所以阿瑟士王 没有把他亲自把他杀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亲自把他杀掉 会怕外面人做详话 所以让他自行了断 但是平婆索罗王有上根 他有上根 突然间想到佛陀真好 所以祈求佛陀派目见脸 在经上不是里面有讲过吗 目见脸为他开示 最后平婆索罗王正我 离开这个世界 你看平婆索罗王 他是一个护法 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 但是还避免不了他的业力 为什么 过去生而造了这种的因 今生受这样的果报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不要随便跟人家结恶缘 你跟人家结恶缘将来 众生会来报复的 你一个动物 你怎么对待他 他就会跟你报复 何况是人 那你想一想 你每一天 有没有在得罪人 真的很恐怖 天天得罪 你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儿女 你是我的儿女 你要听话 我是你父亲 你要听话的 你交错了 你已经跟你儿女结恶缘 将你他会长大报仇 我妹妹有一个大儿子 我妹妹 今年已经十一岁了 他小的时候 我常常来教训他 关在房间 不给他吃饭 不听话 每次回到家里 因为我妹妹她们住的跟我的家 距离不远 所以每次回到家 看到这个儿子这么调皮 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不过给他吃饭 后来呢 有一天 我妹妹问这个大儿子 你在这个世上最恨的是谁 写无法师 这个跟我妹妹讲 写无法师 我最恨的就是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 我叫什么叔叔 我最恨的就是他 这个接下来恶言 怎么办 现在我还小 没关系 以后我长大 我会报仇 我这一下惨了 你看哦 小孩子哦 才几岁而已 你真的耶 尊敬得主义同修大德 等我以后长大 他体质衰落了 人老了 我要找他麻烦 这一下惨了啦 所以尊敬得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的人 总有一天会老啊 现在你看很多一些儿女把父母放在哪里 放在老人院 不理不睬的 真的很可怜 我们这个人生真的好可怜 做父母 时时刻刻都是为儿女 而你到最后长大以后 有没有为父母 很少了 所以真的不要跟人家结二元 真的 你结了二元 将来会有果报 这个果报对我们不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 在这个每一次啊 在念这个大回向 大回向有一段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愿我临终无障碍吗 你看我们念佛的人最怕的就是什么 临终的时候 阴心在主找上门 来障碍你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障碍你往生到西方西的世界 那为什么在这个 这一段话 告诉我们 临终无障碍 目的就是要你广结善缘 对你有好处的 你看那个悟达果实 悟达果实大家都知道 十世都是高僧大德 但是他的身上 有一个阴心在主跟着他 生生世世跟着他 到了他第十世 做了皇帝的果实 你想一想 能够做皇帝的果实的老师 那个不是一般人 没想到 因为皇帝送给他一个藤香的宝座 起了个傲慢的心 护法神不见了 护法神不护他了 护法神离开了 当护法神离开 他的阴心在主找上门了 长出了人面窗 差一点送命了 还好遇到了 加诺加尊神 把他调和 才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一想 悟达果实 他生生世世都是高僧大的 为什么这个阴心在主跟着他 跟着这么紧 深仇大恨 必报无疑 我一定要报仇 让他不得好使 跟着他 你想一想 如果没有接下来 严重的恶缘 他的阴心在主会跟着他这样 生生世世吗 不可能 那你今天我们想一想 我们跟勿打果实的相比 那差得远了 我们今天跟众生结了太多的恶缘了 什么时候会报 有时候会 只是时辰未到而已 当你时辰到了 你跑不了 真的 最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向 回向最主要的 就是不要再得罪众生 不要再去跟人家广结恶缘 这个回向的意义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去觉悟 那个才是关键 所以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真的 我最好的一个例子 你看我妹妹的儿子 你看 所以我现在对他很好 有时候从哪里回来 从澳洲 我买点巧克力给他玩 对不对 有时候买点书 有时候买点那些工具 有时候带着他去玩 有时候带他去公园走一走 有时候跟他一起吃个饭 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没给他 不然的话 以后来报仇 那就阿弥陀佛了 真的 我真的很麻烦 所以 过去中国不是一句老话吗 宁愿得罪君子也不宁愿得罪小人 小人就是说喜欢计较的这些 真的很麻烦 要广结善缘啊 因为人生最可贵的一件就是结缘 这个绝缘能够帮助我们你的生活的幸福 也能够带来众生的快乐 给别人快乐 带来这个世界的和谐 带来这个世界的安定 带来这个众生的快乐 这个广结善缘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 也劝导我的家属 也劝导我的妹妹 宁愿自己受苦 也不要把苦拨在别人的身上 今天无论谁来对待我怎么样的 没关系 我自己受苦 我不要把我的行为来带给别人痛苦 这个就是我的观念 我常常跟我们这些佛友常常这样讲 宁愿给自己 自己受苦没关系 不要给众生来带来受苦 真的 众生一得罪了 人一得罪了 不容易化解 真的很难化解 万家一解不一解的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31号的那天晚上 师父12点 带着我们的道场 我们印尼的道场 这些佛友干部 来做什么 来忏悔 来忏悔 来拜忏 希望 2022年 我一定要改变 从哪里改变 从我自己改变 从我的深夜改变 从我的眼影改变 从我的意义改变 好好来修行 好好念佛 31号的那天晚上 师父很晚睡 一点都才睡 所以 那个领机 开party 师父在开门一看 一大堆人 喝酒 开音乐 大家笑得很快乐 一开party 到了凌晨五点半 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很厉害 你们31号的那天晚上 你们做什么呀 喝咖啡 睡觉 还烟火 这个不错啦 难得嘛 你看雪梨 你看那个烟我一放 真的很漂亮 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 花钱也不 也不小 真的 但是 最主要的 要自本 不能自标 自标不自本 没有什么样的利益 那 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呢 为什么 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 很多人说 师父 我为什么在这个世上 事业不顺利呢 有时候很多事情 能不能能够心想事成 称心如意的 因为你的因缘 没有具足嘛 如果你的因缘具足了 你什么样的事业 你都很顺利的 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这个因缘具足 广结善缘 然后第二 你要培养你的福德 培养你的因缘 行布施 行供养 那如果你的因缘 你的福德具足了 必然就成功了 像我们今天念佛 你要往生西方其人世界 你首先具备这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上根 福德因缘 你没有上根 你没有福德 你没有因缘 你没有具足 你没办法往生西方其人世界的 那用世间法也是一样 你想要发财 你怎么发财啊 你想要长寿 你怎么长寿 你想要健康 怎么健康 发财 长寿 健康 都是果报 你没有因 哪里得到果报呢 是不可能的 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广结善缘很重要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都是靠着什么 靠着缘分维持这个关系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生活 都是靠着什么 缘分 一对夫妻 如果没有缘分 有可能就这一曲 所谓的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个恩就是讲因缘嘛 对不对 像师父 为什么会出家 为什么不成家 没有这个缘分嘛 道理都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出家的命 一定要来出家嘛 对不对 所以 广结善缘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以前在山上有一位老和尚 有一位老和尚 他在山上有一间寺庙 这个寺庙很简单 这个老和尚天天 除了做这些寺庙的这些杂物 过得就是很清洁的 很平淡很清静的生活修行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过生活 就是只要简单过就好了 那有一天呢 这位老和尚在散步的时候 看到这个寺院 很破落了 很落后 而且佛像 这个大雄宝殿 又开始呢 滤落 滤落了 就是要发下大愿呢 要来怎么样呢 让这个寺院呢 重新来建 然后呢 把这个佛像来补金 但是你要重建 这个寺院 你要把这个佛像补金 首先你一定要有财力嘛 你没有财 你没有钱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想要建道场 你没钱 你没有人护法 行吗 不可能啊 然后呢 这个老和尚就发下大愿 我要重新来建这个寺院 所以啊 一定要下山去化缘嘛 没想到 下山化缘 化缘了一段时间 没什么人供养啊 一点点而已啊 所以啊 想一想去 为什么 收入了一点点而已啊 后来呢 他想起了 哎 他这个下山啊 有一些 这些 大豪主啊 就是这些富裔人家呢 他想一想 看看 去化缘 希望他们能够来护持 没想到呢 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宅 所以这个豪门大宅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所以啊 敲门想要跟他化缘 没想到来开门的就是 这个大宅的老板 的主人 那这个主人呢 看到这个老和尚啊 不但不供养哦 二旗又用一个不善的语言 来骂这个老和尚 怎么骂这个老和尚呢 不自力求存 只知道 骑邻迷人 就是乞丐一样 所以这个老和尚啊 听了这句话 他有没有厌恨 这位大富裔人家 没有啊 他回去检讨 为什么 没有人来供养 为什么 没有人来护持 所以他检讨 反省 精进 用功 后来呢 他是探听啊 这个大宅子啊 这个 这个豪门大宅啊 这个的主人是谁 后来被打听了 哎 他的主人呢 是信良 是一个大官退休了 所以啊 为了这个信良的大官呢 立了一个消灾牌位 消灾眼朔的牌位 把这个牌位放在哪里 放在他的大雄宝殿 天天诵经回向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不是为了这个 这个大财主呢 来供养 不是 希望这个大财主 能够种下这个佛子 就是这个 这个佛子 种下这个 这个这个种子 希望能够以后 广结善缘 帮助一些种生 天天就是这样回向 检讨 就是把他立牌位 写他的信 信良嘛 良大官 就写良大官这样 后来呢 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年 这个信良的 到山上去走路的时候 没想到 走一走 看到了这个寺院 这个寺院虽然很破落 但是一尘不染 很干净 很整齐 而且里面有很多出家人 非常的喜欢 见到这个道场的时候 气氛非常的欢喜 一进去的时候 去礼佛三拜的时候 没想到在大雄宝殿 看到自己的名字 就是长生卫 立他的消灾牌位 所以他很好奇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到这个道场 为什么有我的名字 在这个道场 而且又写消灾严寿 所以问这些小沙咪 是谁帮我立这个牌位 小沙咪才跟他讲 这个是我们的住持 天天为这个司祖来供养 来祈祷 来消灾 没想到一听 这个信良的这个大官 很欢喜 很感动 没想到 见了这个住持的时候 没想到 他曾经骂过这个老和尚 所以他很常规 后来 因为 因为他的真诚心 后来 这个信良的 皈依三宝 又做他的护法的弟子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广结善缘很重要的 你祈求别人来护持 你首先一定要有贡献给别人 你要供养 你要布施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只念佛 不修供养 不修布施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你将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不修供养 你要知道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就是要成佛的 将来要去度化众生的 你不跟人家广结善缘 谁来护法 你将来到一个古土 你到这个世间要度众生 谁来护持你 谁来护你的法 没有人来护法你 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一身奖金说法 藏水地质的1255个人 在印度那个时候 有16个大国 国王就是他的护法 再加上不跟着他在一起的 法师很多 为什么这么多 护持的人 过去生嘛 极了善的缘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 你必须要跟人家广结善缘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布施 布施有三种 财布施 法布施 我为布施 用你的能力来帮助 第二个用什么方法 用你的功德 师父我今天我没有财力 我没有能力 我没办法奖金说法来为大家 但是你用你的时光 用你的时间 我来送一部经 我来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把这句阿弥陀佛 我用我的真诚心 我来供养给一切众生 整个虚空法界能够离苦得了 能够这个世界能够大灾化小 小灾化五 这个也是你的功德的供养 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就算你坐在那个地方五分钟你念佛也好 用你的真诚心理念佛来供养 你想你的周围能够受到利益的有多少 四十里啊 这些众生能够获得这句名号的功德利益 方法太多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 用你的言语跟人家结善缘 就算一句好话 一句的赞美 有时候会带来大家的欢喜 带来大家的快乐 你一句不善的语言 你会带来众生的痛苦 带来你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法师为什么要讲经说法 为什么 我们做法师出家的职业是什么 以弘法为家务 以利生为事业 我们出家都是续佛会命的 就是要讲经说法的 如果今天出家我为了成佛 你可以不出家 为什么 你在家居士也可以成佛 我今天出家为了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在家居士也可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不一定要出家的 出家的责任就是这一个 为弘法为家务 为利生为事业 所以很多方法你可以跟大家来广结善缘 比如说用服务的来给大家结个善缘 像我们来到婆堂来做义工 来为大家服务 让大家能够欢欢喜喜 能够安安定定的在这边欢喜念佛 这一种服务嘛 你是跟大家讲广结善缘 将来这些广结的善缘 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而且最大的好处将来它会化解 来帮助你这一生 你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就很顺了 不会很多障碍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今年里面我该怎么做 这2022年我该怎么做 第一个不要再费时光 因为时光很重要 时间等于我的生命 第二我要快快觉悟 不要再迷了 人生无常 有生必有死 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 第三 你要多多跟人家广结善缘 要听话 不要解恶缘 解恶缘将来很麻烦 所以今天 你看我们 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我们这次哽嘴 就是我们这个口音 所以从今年开始 不重要的话 不讲 该讲的时候 我讲 该念佛的时候 我都念阿弥陀佛 其他的 不讲 所以要给自己一个功课 像师傅 今年写下来的功课就是三个功课 就是这个三个 第一个 不要浪费时间 天天看手机 把手机少看一点 不重要不要看太多 看太多 很麻烦 像我的阿姨 我的阿姨 天天看抖音 天天看抖音 我跟他说 不要看太多了 多念佛了 无了 有了 有念佛 晚上我有念阿弥陀佛 什么时候 睡觉之前 多久 五分钟 太少了 太少了 五分钟 你要多一点念佛 所以不重要的 不要讲太多 容易得罪人 该讲的 我们要讲 该说的 我们要说 该劝导 我们要劝 该鼓励的 我们一定要鼓励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这个就是 我们定下来的功课 这个就是 我今年定下来的功课 依这个功课 好好去用功 好好去努力 让这个时间 来成就我自己 让这个时光 来帮助我 破灭开悟 让这个时光 让我 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让我不要过于执着 要懂得放下学员 这样的人生 你才会过得有意义 今天简单 跟大家分析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吉祥 大家最主要的 要老实念佛 老实 老实念佛 比什么更重要的 世界上什么都假的 能够随远就随远 不要放在心上 最主要的 你要断恶修缮 积功累得 因为这些能够带得走的 带不走的 不要放在心上 带得走的 你要分秒必争 你要不断地去用功 该用功的时候 该用功 该睡觉的时候 去睡觉 该吃饭的时候 去吃饭 该讲话的时候 不要讲话 该用功 好好用功 那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提讲这个三十系列的内容 我会选择一些主要性的 一些重要的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三十系列里面 能够获得三十系列里面的开始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礼拜天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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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